我们每个人觉得自己有创伤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比较好解决的办法 就是去比较自己的创伤 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是排名第几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就像我脚痛 但是我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喊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脚没那么痛 那么在你们家 我认为创伤最大的 绝对不是小黄鱼 针排不上 为什么你的创伤在你这里 会作为一个话题来关注呢 其实我就觉得 是因为你自己处理这个创伤的方式 还显得不太成熟 还处于一方面被忽略 一方面又被保护这么一种状态 被忽略这个是事实 就是小瑜伽这一边 对你内心的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办法去关注 不是他们不愿意 其实今天当我们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们已经很认真的在聆听 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 我想应该是因为 你的母亲或者家人对你的关爱 使你会对自己的创伤 特别的格外的注意 相比而言 在这里面 我认为是你的婆婆 内心的创伤是最大的 但是他们用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方式 就是比较简单地对待自己 然后比较顽强地去担当 它是很不容易的 我想你心里应该是有事物 以他这个年龄要去照顾自己的母亲 送走母亲之后 要照顾自己的父亲 送走自己的父亲之后 要来照顾你们的孩子 还要来应对婆媳矛盾 还要应对目前经济 不是那么宽裕的现实 你想想看 所以互相理解 才能够让创伤得到解释 这是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但我说这一切 也不是说继续去忽略你内在的这一些伤感 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 呈现给大家看 让你的婆婆 丈夫 包括小鱼的妹妹 能理解你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但是切记 切记 为我们自己的创伤 找到一个正确的评估的方式 调解员胡建云希望黄女士 要用正确的方式 释放内心的不平衡 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委屈 和伤心中 那么带着这份 最自我创伤的重新认识 进入密室环节的黄女士 最终能否对以往的恩怨释怀 她和丈夫于先生的婚姻 又能否隔以继续